這個方法不錯 妳可以參考 把手機網購 有什麼不錯的 這個方法有比較好一點嗎 網購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是網購 但是 那妳們心情在做 那問題是我們壓力就很大 所以我就是後來我就學會了 一定要把老公的手機關靜音 就因為你知道現在刷卡 會傳解機 對… 學習到手機說 馬上刪除是 對 沒有被盜刷 他就這樣叮叮叮叮叮 那我有學會一招 就是幫老公省錢 然後自己也刷得很開心 就是妳進團購網買東西 比較便宜 很便宜 就像妳進那種大賣場 妳買東西 妳買一大堆 妳很有購物欲 然後妳去買了 妳的內在得到滿足之後 可是妳一刷可能才一兩千塊 對 所以我有時候晚上 就是聽到那個叮叮叮叮叮 十幾筆對不對 我老公起來說 奇怪這個 為什麼那麼多人夜晚傳簡訊給我 他一看 他說妳在刷卡 妳在到售我的卡 然後我說 你不要緊張 你看的 一百 兩百 一百 兩百 那還可以接受 其實還OK啦 可是妳的那個快 一個晚上十幾筆 妳一個月就三百多筆 妳果然是會算的 超兇聰明的 超兇聰明的 一個晚上兩百塊 妳一個月就幾萬了 他們有每天都有壓力嗎 沒有啦 偶爾 偶爾 但兩天一次 這個是我現在 減壓最大的快樂 但我請問妳們媽媽們 那個滑手機 一天到晚都在滑 除了看妳說育兒資訊 其實它有什麼好看 可以看一整天 然後每天看 可以看不完啊 很忙耶 男生不看的嗎 男生應該也看好不好 還好啊 我跟你講上面真的很多 妳可以Google 對不對 Google知識 常識 不管是育兒的 都是正向的 妳會Google知識 常識減壓 我最常用的就是Google 比方說今天做到了什麼夢 然後這個夢境代表什麼 解夢 然後再來這個要解夢 對不對 然後妳要分不同的團去比較 而且我剛才我有查那個 妳知道我們查些Google 真的很棒 是小孩子尤其生病 或是有什麼意外 對 妳以為感冒 比如說流鼻水一定是感冒 妳就打流鼻水 這可能是什麼 它會出來好多好多好多 然後如果我去看小兒科醫生 我在等他 妳在等的時候 我就先Google他的名字 然後呢 看他身家有沒有清白 對 很多媽媽會上去說 對 妳會查到一些 就馬上妳就知道他的背景 然後最重要是 有時候連他的星座生日都會有 所以醫生也好 我就知道說我要怎麼跟他聊天 才能切中紅心 要聊天 對 妳看 很忙耶 妳像現在醫生壓力都很大 醫生壓力好大 因為很多家長 根本不是來看病的 是來考醫生的 因為他們都已經找不到 然後說 醫生妳覺得這個 難道不是那個嗎 不是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以妳行醫二十年的經驗 她就說妳怎麼帶我行醫二十年 我說妳不是幾年幾月 從哪個行醫到經驗嗎 妳真的怕 我都這樣 妳是別人壓力的來源耶 妳好可怕 她都要查局的啊妳 妳是不是就是上次 有一個醫生 她就因為三餐都吃麵包跟黑咖啡 結果後來差點重 我就 不是我 因為妳看完她就刻咖啡跟吃麵包 好啦 我目前有在改進 我現在在改進 可怕耶 對不起 但如果回到宇文她的紓壓的方法 通常是滑手機網購 對 可是常常都是半夜啊 對不對 小孩都睡了以後 那這樣真的可以減壓嗎 還是反而會造成健康的傷害 分一下喔 就是滑手機網購 我個人覺得它是有效的 因為當我有壓力的時候 我也喜歡買東西 對啊 我都很舒服 不是 買東西真的是能紓壓 妳說得很舒服 問我 好了 來… 是不是很偶笑 對 妳看 妳是應該理智一點 對 真的比較少 對 但是我們回來一下 就是我覺得時間啦 因為有時候我就會發現 我的社群網站的那個粉絲團 有時候留言 我就想說 這些媽媽是怎麼樣 半夜三四點留言給我 我想說 這些媽媽是不睡覺 還是要半夜擠奶餵奶這樣 所以我們應該說就是 其實滑手機 這些動作 這請妳們 早上做啦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大家會發現 手機有個光嘛對不對 藍光 那再來就是妳晚上 可能一定也要有一點光吧 妳才能夠做這些事情吧 對不對 那我們會 有一種東西叫 就是大家 比如說在這個時差 睡眠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用這個東西 那最主要它就是 讓我們晚上睡覺 睡得很好 那它主要分泌在 11點到2點的時間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11點到2點的時間 你沒有好好睡覺 就會變成妳的 睡眠的狀況是不好的 那退黑激素它很妙 它又會受到光線 就是它沒有去做過實驗 如果你給它在一個密閉 完全沒有光的狀況之下 跟一個有光的狀態之下 同樣的時間 沒有光的狀態之下 那個退黑激素分泌得很好 你的睡眠品質會很好 所以有沒有光 就是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我想說 我今天晚一點點睡覺 很妙 退黑激素 它就給妳少分泌一點 然後妳要花多少天來恢復 妳要花11天才能恢復妳這個 11天啊 對 所以妳就會發現 為什麼都會說怎麼 雖然熬夜了 明天再補 可是有時候就是補不回來 補不回來 那年輕的時候還覺得 還滿OK的 很累 像我們年齡越來越大 妳會覺得怎麼都一直補不回來 對 就是因為妳身體要去補回來 那個動作 花的時間越來越長 所以我應該這樣說 因為現在很多媽媽都是超過30歲以後結婚 然後生小孩 我們可能稍微也愛惜自己的眼睛 然後也就是要讓我們睡眠品質變好 妳就是睡得好 妳才那個退黑激素好 那妳的壓力才能夠下降這樣 對 所以可以滑手機跟那個 OK 時間 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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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白天的話妳不要划過量 對不對 或是晚上 有案例是吧 對 時間除了剛剛說是白天或晚上 這叫時段 對 另外一個就是持久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一滑就 對 就會一直看 這是最大的問題 有比價 對 妳們有比價 比完價 赫然發現 有一個天已經黑了 這什麼 這樣就問題最大 因為之前有一個 眼科醫生說他收到一個案例 非常的特別 其實他年紀不大 但是他就因為長久 他幾乎都在滑手機 不是在滑手機 就是在滑iPad 不然就是在看電腦 他幾乎一天有多數的時間都在滑 他為什麼去看眼科醫生呢 他想到那個時候覺得奇怪 我眼睛看不大清楚 好像有一點點 飛紋的感覺 後來醫生一檢查 他不是飛紋 他年紀很輕 他不到40歲 黃斑步病變 他找發現的 白內障 白內障 醫生就說他可能 這個患者要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他本來就有高度近視 高度近視患者本來就是 找發現白內障的高危險群 他可能逆斷時間 又長期在看這些手機 照成他眼睛用眼過度 然後再加上這個 可能晚上的時候 背光非常的暗 有些人晚上為了怕避免被發現 然後他在刮的時候 其實被發現 這樣對他的眼睛更傷害 我是全部就靠螢幕的亮度 這樣是最傷的 對 可是真的有差 我本來十幾年度數都沒有變 就是從生了小孩 因為都是半夜偷看 然後又怕弄到小孩 就是遮住小孩那邊 然後就這樣看 馬上度數增加武器 我知道有差你還繼續做 所以現在就有減量 現在真的有減量 盡量不要晚上看 真的有差 所以他近視極速的惡化之餘 也造成他那個白內障 促使他白內障的發生 所以真的 除了剛才講的 而且吞黑激素 大家比較以為只影響睡眠 對 之前的研究顯示 女性乳癌 可能也跟 你吞黑激素不足的人 晚上都沒有睡覺這一群人 他是相對高危險群的 其實這個美國有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家 一個博士他提出一個 情緒敲打釋放法 就兩根手指 然後敲打 八個位子 就可以輕鬆的釋放壓力 真的 先來教大家一下 怎麼這麼對 因為他其實就是結合 中醫經絡的原理 他敲的位子就是我們的穴位 我先示範一下 大家可以跟著做 謝謝大家